话说,自从去年花木兰真人电影预告片推出之后,这部最受观众期待的迪士尼大片,原本定在3月27日上映的,因疫情缘故,花木兰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映日期一推再推,终于在在第四次被推迟上映时间后,迪士尼已经放弃等待了,抛下了重磅消息,花木兰电影放弃在北美院线上映,片方决定在迪士尼的流媒体平台放映花木兰,终于可以开播了,但是令人咋舌的是,它的点播价格高达29.99美元, 另外还要再出6.99美元的服务费,这意味着你在家看一部电影,要花37刀,消息一出,期待盖片的影迷和电影院老板,几乎要先出了,最先录的是电影院的老板,结果转眼就到线上了,网上爆出就有电影老板,录在我们迪士尼的宣传牌,对于观众来说,在家用着自己的屏幕,听着自己的音响,吹着自己的空调,用着自己家的电费,却还要花上比Sand Max电影票还贵的价格,但是相对应的服务,却一点都没有享受到, 说好的3D立即环绕音响呢,经过网上的网友投票,大家好像对此相当不满意,只能说迪士尼真的很赶,但是其实迪士尼之所以这么做,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疫情让片方实在撑不住了,等的时候越长,意味着成本越高, 还不如冰心写招,我一线希望,毕竟全球只要有700万人点击观看,以示尼这部影片就能回本了,到底反响如何还是需要,等到9月4号正式上映的时候才能知道,如果一旦线上的电影开始流行,线下的影院必然深受打击,那么朋友们,当电影开始走线上平台的时候,你会支持线上的电影还是线下的呢? 美玩美聊,看看播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